很多粉丝朋友们都关心平时多吃点什么食物对我们的膝带好 并且对圈身关节有益 特别是对于软骨好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分享给粉丝朋友们 尤其建议40岁之后 骨关节有问题的朋友们点击收藏 别等以后想看的时候找不到了 第一个就是葱姜蒜这些食物 道理是什么呢 葱姜蒜可以抑制炎症 而且可以兴奋骨骼肌 减轻关节酸痛不适感 第二个就是如果膝盖出现老化蜕变 就应该多吃一些绿色的蔬菜和水果 像菠菜 芹菜 西兰花 猕猴桃等等 它们里面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 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关节的老化 第三个就是富含钙 而且蛋白质又丰富的食物 比如牛奶 鸡蛋 豆制品 鱼肉等等 这样可以对抗体内骨量的一个流失 对于膝盖有帮助 最后大家要注意一点 一定要注意关节的保暖 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局部血液循环就会变得更差 关节僵硬疼疼的症状就越明显 除了饮食方面的调理之外 采取正规的方法进行软骨的修复非常重要 如果粉丝朋友们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打在评论区 我会尽心回答大家的问题